神动对抗制造分裂的行径历史上并不罕见 但最终无意不被人们所唾弃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 竟然又有人跳出来想拉下新的铁幕 制造新的分裂 这是公然蔑视人类的进步和智慧 也是公然大开历史的倒车 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与大多数国家愿望背道而驰 当然不得人心注定应者聊聊 中国是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中 打破专制赢得自由的国家 自由民主法治早已写入中国的宪法 也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同时我们深知自由不是放任 科学理性法律秩序以及国际规则 都是自由的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崇尚和和的国家 我们认为分则争 争则乱 乱则穷 中方一贯反对 以意识形态划分世界的危险做法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 就是为了超越不同制度的分歧 并起零和博弈的思维 要形成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 不同文明的共同奋斗方向 中方将会实现这一全人类的美好愿景 做出自己的不幸努力 做出自己的不幸努力 分架 评论 人类人 人类人 有所 治愿的 自古以下 似乎